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一头棕色的大熊猫出现在了视频画面中 这种颜色的大熊猫极为罕见 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 然而在秦岭地区 这已经是第11次发现棕色大熊猫 那么大熊猫的毛色是有什么决定的 为什么在动物园里见不到棕色的大熊猫 秦岭地区却相对常见 大熊猫以标志性的黑白毛色为人们所熟知 然而自从秦岭地区出现了棕色的大熊猫 它们毛色的成因就成为了很多科学家研究的课题 可是棕色大熊猫可遇不可求 没有实验样本就无法进行精确的实验研究 也就让这个问题迟迟没有答案 2009年棕色大熊猫七载的出现 让很多科学家欣喜若狂 也让这个问题逐渐有了标准答案 2009年11月1日 七载在陕西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现 当时他大约只有两个月大 由于其罕见的毛色 七载被称为巧克力熊 并在2019年11月20日 被熊猫国际组织终身任养 后来七载被安顿在陕西西安的 秦岭四保科学公园 还陆续生下了两个孩子 但都是正常黑白毛色的 七载的独特毛色 为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大熊猫 遗传变异的难得机会 通过对七载的毛发进行研究 中科院的研究团发现 它的基因里缺少了部分碱七对 这个突变 很可能就是导致大熊猫出现棕色的主要原因 这些对的缺失直接让大熊猫的毛囊细胞 合成黑色素的能力大大下降 从而导致了大熊猫毛色的改变 在使用显微镜观察时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七载的棕色毛发中的 黑素体数量和截面积 都显著小于黑色毛发 而且存在结构散乱的缺陷型黑素体 也就是说大熊猫的棕色毛发 是因为基因的缺失和突变造成的 并通过减少黑素体的数量和大小的方式 呈现出棕色 大熊猫的数量本就稀少 基因突变的概率又非常低 这就造成了棕色大熊猫的罕见 由于大熊猫本身的数量稀少 加上饲养成本非常高 一般小点的动物园 根本没有资格饲养大熊猫 更别提万中无一的棕色大熊猫了 所以一般动物园里肯定是见不到的 在秦岭地区棕色大熊猫相对常见 这已经是第11次发现了 这与当地大熊猫的品种也有一定关系 大家知道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 它们的主要栖息地只有两处 一个是中国中西部的四川盆地周边山区 另一个就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地区 但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大熊猫并非完全一样 在秦岭地区生活的大熊猫 在遗传基因和形态上 已经达到亚种分化的水平 相对于四川山区的大熊猫 它们更为原始 具有更古老的进化历史 体貌特征上也不太一样 秦岭大熊猫身长通常在1.2至1.8米之间 体重可达180千克 它们的头部和身体毛色 看起来像是黑白相间的 但是胸腹部的毛发 通常呈现出棕色色泽 秦岭大熊猫的头骨较小 头部更圆 脸部较宽 外观上看起来更加可爱 既然秦岭大熊猫本身 就存在部分棕色的毛发 那么出现全身棕色毛发的概率 自然要比四川地区大熊猫出现的概率 要高一些 目前 全国各地动物园里的大熊猫 大多是来自四川地区的大熊猫繁育中心 它们都是黑白卯色的 而全世界唯一一只被人工养殖的 全身棕色的大熊猫 就是七仔 现在生活在陕西西安的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去那里看看 棕色大熊猫的出现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去研究大熊猫的遗传变异 和进化历程 通过研究棕色大熊猫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大熊猫的生物学特性 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繁育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 尽管棕色大熊猫的数量稀少 但它们的存在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大熊猫 遗传变异和进化的宝贵机会 科学家们正努力研究 棕色大熊猫的遗传特性 以其更好地了解 它们的生态习性和繁衍方式 为它们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 保护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 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 减少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干扰 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 自由生长和繁衍